明天就是大年初一 维园年销市场有摊位开始减价促销 希望尽快清货 侯主义 侯主义 一定来 送羊迎侯 在维园年销市场到处都可以看到猫猫仔 这个由一群大学生合资开的摊档 部分货品彻底价 再给客人自由定价 希望刺激销情 很多客人都很支持我们学生的设计 价格他们最后比的其实是超过 可能我们一开始打算设计的一些 所谓的底价或者叫价 或者是一些劈价的价 无论赚舍都好 或者是大家知不支持都好 我觉得我们已经是赚了很多经验 和支持 欣赏的目光回来了 有市民觉得干货产品比仪旺吸引 看到很多都是一些比较特色的小玩意 有些香菇特色的 有很多文化的东西 年花不少得 这档大墓山花龙首种的水仙 当主说早前结伤 幸好没有影响开花 今年是冷的 难做很多 而且做得辛苦一些 微微跌了一两成 会减一成左右都不是减很多 因为我们做熟客多 不少人过年喜欢买桃花 有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 也来臭热闹 我们买了一些花 去放在家和树 有卖花的当主说 这两天天气都挺好 出了太阳 令花开得更加灿烂 希望可以卖了花 提早收路 无线电视记者 闪志报导 行政长官梁振英 和四十几个国家的驻港领事 向市民拜年 中国人特别重视农历新年 梁振英的新年賀池 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 中西汇水做主题 梁振英在网志说 今年邀请了外国的驻港领事 到礼宾府参加新年派对 而去年欣赏儿童粤剧团演出的时候 留下深刻的印象 特别邀请他们表演 他们更加一起向全港市民拜年 今年在后年 我和太太捉小朋友 好像马路仔那么精灵 大朋友 老友记 不论年龄 不论国籍 都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心想事成 万词如意 身体健康 无线电视记者 五六六报道